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涉及到 讲一些宗教的问题 那么宗教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叫做天主教和新教 我们知道 作为一个宗教来说呢 它一般要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它要有一部圣经 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圣经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本经典著作 第二个情况呢 它是需要有神 那么在那个基督教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包括那个上帝 圣子 还有圣灵 那么第三个重要呢 就是有一个组织 比如说呢 我们说有罗马教会 我们说呢 有路德教会 我们说有加尔文教会 那么在讲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名字就跳了出来 这个名字叫做新教 从宗教来说 无论是什么教会 它都只有一个宗教 这个宗教呢 就是叫做基督教 但是从教会来说呢 由于对神和神学的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那么就分成很多个教派 在宗教改革以前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罗马的天主教会 那么罗马的天主教会呢 它呢是非常重要的 它呢 其实那个教会呢 有个很古老的起源 在耶稣时代就已经有了教会 但是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教会就分成了几个大的辖区 在拜占庭 在罗马都是了大教掌 那么到了公元476年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呢 那么罗马的教皇呢 就独立了 而拜占庭的教皇呢 后来呢 他在那边呢 就成了一个拜占庭的宗教 也叫做东方的政教 那么东方的政教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东正教 所以我们说呢 欧洲那些地方呢 基本上 它是信奉罗马的 天主教的 那么还要有 那个 在那个 这样一个教会的 那个组织下呢 还有个名词 就是新教 新教呢 它主要是指 1517年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 所成立的一些教派 比如说有路德教派 路德教会啊 或者有加拿文教派 这些呢 都是指的是新教 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后呢 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天主教的一些特点 那么 天主教呢 它的一个特点呢 它也是信奉圣经的 圣经呢 它有两部 一部呢 叫做新约 一部呢 叫旧约 旧约呢 主要是讲古代 犹太人的传统 它比较强调律法 律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摩西 摩西和人呢 定了一些 上帝和摩西呢 那个规定了一些法律 那么圣经这部书呢 是很多个篇章联合起来的 所以圣经呢 其实就是很多个不同的篇章 编撰起来的一部书 叫圣经 那么在圣经里面的新约里面呢 它讲到了耶稣的故事 那么 耶稣呢 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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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一个救世主 祂是个米塞亚 那么是一个犹太人派完的 一个米塞亚 那么通过耶稣的这种解释呢 就把新约呢 和旧约呢 联系起来 所以那个旧约呢 主要讲的就是犹太人的事 而那个新约呢 主要讲的是耶稣以后的事 那么我们知道啊 我们知道从新 根据那个新约的一些说法了 那么耶稣呢 是那个诞生在一个马厩里面 祂的母亲呢 就是圣母玛利亚 那么圣母玛利亚呢 做了一个梦啊 梦呢 就是上帝告诉她 那么圣灵通过她呢 会有一个小孩 会有一个小孩呢 出生在人间 那个小孩呢 就是耶稣 所以呢 等到那个耶稣出生以后呢 就有很多征兆 特别重要的一个征兆呢 就是东方有三个博士 他们跟着一颗心 来看那个出生的婴儿 来看那个出生的婴儿 还带来了很多礼物 一个是带来黄金 一个呢 是带来了墨药 那么还带来了 一个乳香 黄金呢 可以帮助人躲避灾难 乳香呢 可以帮助人呢 有一个盼望 墨药呢 代表一种爱情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带来以后呢 就使得呢 那个有一个图画啊 就是那个三个东方博士呢 那个朝百出生的耶稣 那么耶稣成长以后呢 就开始传教 开始传教 那么后来呢 耶稣呢 就领导了很多个信奉上帝的人 那么这里面呢 有很多故事 这些故事呢 得写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 那么后来呢 那个耶稣呢 被判有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这样一个 一个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那个 十三号星期五 所以我们说 十三号星期五呢 在西方来说呢 是一个不吉利的这样一个日子 但是后来呢 耶稣被出使以后呢 过了没几天 人们再到那个墓穴里面去看呢 耶稣不见了 耶稣复活了 所以后来呢 就出现了一个节日 叫做复活节 那么耶稣单身的那一天呢 就是十二月二十五号 那一天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节 而复活节呢 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那个 每年的十一月的 第一个礼拜四 那么 这个就是耶稣的故事 那么耶稣来 向人们传的道呢 主要呢 就是要人做一些事情 他呢 有一个一些基本的一些教义呢 可以被称为是登山保训 他要人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要人虚心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呢 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直接的翻译的意思呢 就是贫穷的意思 就是你要感到自己心里非常贫穷 你自己非常需要改进 那么这样你才能认识自己 你会认识自己呢 人类是有罪的 那么你呢 感到自己很贫乏 那么你用这样来 要求自己呢 你就会感到上帝的荣耀 耶稣布道里面说的 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学会哀痛 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为什么会有福呢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罪 每个人觉得自己有罪 而感到哀痛 那么这样呢 就将是有福了 第三件事要做的呢 就是说人要温柔 就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呢 他们必将承受地土 土地就是啊 因为温柔的人呢 温柔的人呢 才能够接受那个上帝 给赐予他们的那个土地 那么这个思想呢 也是很了不起的 第四个话呢 也很重要 就是要人呢 饥渴慕义 饥的就是饥渴 就是渴望啊 慕义 跟着道义去行事 饥渴慕义呢 的人呢 有福了 饥就是饥饿的饥 可就是渴望的渴 那么慕呢 就是追慕的慕 慕什么呢 慕那个道 基督教的道 因为呢 他们必得到满足 然后呢 假如每个人呢 能够这样来 把自己呢 去求道呢 他们必得到满足 还有句话 叫做 怜悯的人有福了 还说 清心寡欲的人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呢 必能够见到上帝 因为你只有清心了 你才能够 见到上帝 那个在登山宝序里面呢 耶稣还不道说呢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那么人人都和睦 那么这样的人呢 也是有福了 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呢 这样来要求人来做事呢 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那么作为了真正基督徒呢 他并不是说 你就是自己修生养性好了 他要求你呢 做有味的言 我们烧一个水 如果没有味 他就是水 那么你如果放上盐 那么你就变成了有味的汤 所以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第一要做有味的盐 然后还要做世上的光 也就是要求你呢 进去发光 所以呢 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就是呢 耶稣号召大家呢 就是要起来呢 和睦相处 遵守那个基本的信仰 然后呢 要和睦 要爱人的邻居 那么要谦虚 要谨慎 那么如果冷冷的这么来做呢 那么整个世界呢 就会向好的方向呢 就发展了 那么根据这样 一些基督教的教义呢 我们就要想一想 耶稣传的那些道很好啊 为什么会受迫害呢 那原来呢 是罗马人的想法呢 很不一致 因为耶稣所号召的那些东西呢 和罗马的文化呢 是不一致的 罗马有些什么文化呢 罗马那个时候正在扩张 罗马要武力征服世界 而那个基督教呢 要能用心去体验 不要去武力扩张 而要用心呢 去体验上帝 罗马人要用暴力去征服 搞出很多等级自然 而那个基督教呢 要求呢 不要去搞征服 要求内心的平等 能能平等 所谓的基督教 都是兄弟 所以罗马人要去扩张 基督教呢 要去舍弃 也不要有那么多东西 耶稣说 天上的鸟在飞 上帝得养活他们 何况人呢 所以基督教徒呢 要能够舍弃一切 舍弃世上的一切 你才能够进天国 罗马文化是要强调等级的 但是基督教要求平等的 罗马的那个文化 要去表现英雄主义的 而基督教却要求 你来表现你是一个罪人 要认清楚你是有罪的 罗马人呢 非诚要去虚荣 而那个基督教呢 要求人虚心寡欲 罗马人很强硬 而那个基督教号召的是 人呢很温柔 罗马人很脏狂 而基督徒呢 要做每件事呢 应该都是觉得自己有罪 要爱痛 罗马人很有情侣性 要扩张那个奴隶制度 而那个基督徒呢 很有怜悯心 罗马人很渴望成功 而那个基督徒呢 很饥渴慕意 罗马人呢 呃 结果那个奴隶制发展以后呢 罗马人搞出很多社会的分裂 那么基督教呢 要求人和睦 罗马人呢 为争夺受压迫 那么基督教呢 为爱受压迫 那这样一比较呢 我们就明白 那个罗马皇帝啊 为什么要迫害基督徒 主要呢 是观念上完全不一致 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啊 那么在这个罗马时代呢 他基本上和罗马的主流文化 他是不一致的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遭到了迫害 那么这样一种基督教的一种思想呢 为什么能够流行呢 首先他的教义比较简单 比较能够传播 其次呢 他的历史比较悠久 还有呢 当时有很多信徒 他们在无私的做奉献 即使遭遇到迫害 他们也仍然去传教 第四呢 那个基督教呢 他是一神论教啊 虽然那个一神论的解释 是三位一体 有那个圣父 有圣子 有圣灵 但是他并没有 不是一个多神教 那么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主要是在罗马时代兴起的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罗马帝国的边界很大 那么这样一个大帝国里面 流行一种宗教呢 他就很有可能 变成一个 世界性的宗教 因为只要罗马人 有罗马人住的地方 那个宗教呢 就会流行过去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最后呢 罗马帝国衰落了 那么 罗马的 有几个著名的皇帝 他们自己也归一了 那个基督教 比如有个皇帝 就是军师等厅皇帝 他自己呢 也归一了 那个基督教 那么这样一来呢 基督教成了 后继罗马帝国的国教 在 那个大的省份呢 设了大主教 在中等的省份呢 设了主教 然后在地区呢 设了教区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罗马不仅有行省 还有教会的系统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那个基督教呢 就在罗马时代呢 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那么罗马教会的 那个组织呢 它有些哪些组织呢 一个呢 我们是这么说的 它有三种 比较重要的组织 一种组织呢 我们把它称为 那个世俗传教的 世俗传教的那些人呢 叫做教士 那个教士干什么呢 它要到世俗社会去传教 所以我们称他们是 世俗社会传教的人 有些哪些人呢 最重要的一个 当然就是教皇了 教皇下面有大主教 我们说书籍主教 他们穿着衣服 一般的红衣服 所以我们也把它们 叫做红衣大主教 再下面呢 有主教 再下面呢 有那个神父 神父呢 是管理一个教区的 叫神父 因为这些人呢 他是在世俗社会传教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世俗的传教士 或者教士 那么另外一批人呢 他们是住在修道院里面的 或者叫引修院 他们在里面呢 那个祈祷 研究那个神学 他们在里面 也自己干一些劳动 那么修道院后来 也有很多土地 那么他们是清修的 所以这一批呢 叫引修士 另外还有一些人 他们是自己组织起来的 组织起来呢 他们也去传教 但是呢 却是被罗马的教皇 所承认的 所认可的 假如罗马教皇 不批准他们 那么他们就变成了异端了 但是批准了 他们就是传教士 那么这样一些人呢 既不是 身份既不是主教 也不是修道院长 那么他们呢 就叫做圣旅 那么这样一些人呢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什么会 什么会 比如有很多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士呢 他是属于一个传教的组织 叫做耶稣会的 我们中国有那个利马窦 那么他们呢 利马窦就是耶稣会的 那么耶稣会派他到中国了 来进行传教 传什么教呢 传的是天主教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又就弄清楚了 在那个天主教会里面呢 他主要有三种人 一种呢 就是主教大主教 大主教主教 那个神父 教皇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修道院长 修道士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世俗社会传教的 这些人呢 中文翻成耶稣会 什么会啊 那么我们经过这样的介绍以后呢 我们就明白了 那个罗马教会呢 是一个很有组织化的 这样一个教会 那么在中世纪的岁月里呢 欧洲呢 是普遍的贫穷落后 而且战争连绵不断 人民呢 生活很贫困 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呢 主要是政治次序比较涣散 那么教会组织反而就发展起来了 那么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呢 就出现了一些人 他们呢就 帮助教会成长起来 这些人呢 也可以把他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天主教会之父 里面有一个人很重要 那个人叫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忏悔录 还写过一本书叫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是个著名的神学家 那么他呢 解答了很多神学上的问题 然后呢 他根据自己的亲生的经历 和他对圣经的理解 他讲解了 原罪是什么问题 人们应该怎么赎罪 那么这个一个上帝城呢 也就是那个奥古斯丁 这样有文化的那个人呢 对神学做的一个解释 还有一个人 他是米兰的大主教 那个米兰的大主教 那个人呢叫阿布洛斯 那个阿布洛斯呢 他主要的功劳呢 是反对异端 那个时候呢 基督教会呢 有很多人呢 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 总觉得那个天赋 地位要高于圣旨 那么这样一些人呢 被认为是一个异端 所以呢 那个米兰大主教阿布洛斯呢 他就是反对异端方面呢 取得了很大成绩 那么他也具有很大的政治势力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总舵 后来他归了天主教 他就当大主教了 所以呢 他也影响了政治 那么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呢 叫做Zerome Zerome呢 是个大翻译家 他呢 翻译了圣经 那么他呢 也是主张那个影修的 所以这个 阿古斯汀也好 阿布洛斯也好 聖Jerome 聖徒Zerome也好 他们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基督教会的 那个奠定人物 这些人身上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 他们非常虔诚 对基督教的传播 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 他们非常爱好 古代的希腊罗马的文化 所以呢 这些基督教会之父呢 同时也是把古典的学问 和基督教的学问 两者结合起来的人 所以我们说 基督教会 那个产生以后呢 他并没有把古典的 古希腊 古罗马的那些文化呢 把它消灭 相反的 他吸收了里面的精华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转车呢 很重要的贡献呢 就是那些 著名的人 像圣徒奥古斯丁 圣徒阿布洛斯 圣徒ゼローン 那么这些人呢 就是我们所 基督教会之父的功劳 那么 教会的财政 怎么来解决呢 主要就征收一个 叫十一岁 就是 基督教徒呢 要把自己的收入的 十分之一 交给教会 后来教会呢 也有了一些田 底层 那么教会呢 神职人员呢 他当然就是免税的 那么教会呢 也管一些人 那么教会管一些人呢 当然他要有一定的 财政收入 那么 我们知道呢 在 教会的神职人员呢 经常要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在人那个 死亡的时候呢 他要去 到人家家里呢 进行徒游礼 也就是 帮人家做那个 祈祷 那么有很多 基督徒使的时候呢 就说呀 我一生呢 很高兴你来 那么我就把我的土地呀 送给教会了 所以教会有很多土地呢 是那个 基督徒 真送给教会的 那么我们从 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什么 我们就知道 教会呢 在当时呢 势力就渐渐地 强大起来了 感谢观看